好,各位老师你好,我先来介绍我们PASCO-D版的一个基本的介绍一些简单的操作说明 那我们PASCO-D版有区分成两种PS2141是单轴的撤离板可以测试测量垂直向上的受力 那PS2142是双轴的撤离板我们可以在这里水平已经垂直两轴的撤离方向的受力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同时也可以搭配出两个相同的立板来量测说左右脚两边的各个立板的受力 那例如说我们家测平衡或者是说惯用脚向上跳的惯用脚的一些量测等等 那现在我们是以双轴的撤离板来做一个简单的操作的演示 那我们在撤离板的连接线的侧边呢它旁边有个硅银件 在使用之前连接电脑之后我们就可以按这个部分来做一个硅银的动作 那我们先看画面电脑画面的左上角硬体设置的部分 那硬体设置这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我们使用的是一个PS3200的通用界面 在连接我们的立板在透过USB的方式连接到电脑 那接着呢我们现在的话在我们的取样的频率可以调整说 我们可以调整到500赫兹 然后甚至说我们现在又要做一个测试向上跳跟向上弱的一个实验 所以说我今天当我们人脚沾上去之后 我可以设定一个开始的条件就是当我的人跳起来的时候 受力基本上是接近于零的情况下 就是当我的正向力低于50 就是50牛顿的时候开始记录 然后接着呢我可以设定我的停止条件 就是可能是记录开始之后 大约是10秒钟的时间停止 然后更正5秒钟就好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图表来显示说目前的受力的正向力受力的情形 好那接着就开始记录 好那现在各位看到说我现在站在上面的时候 因为时候还没开始跳起来 所以说目前受力还是还没记录还没开始 那当我跳起来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今天我们先推时上跳起跟降落的一个受力的情况 那基本的操作就是像这样子 那如果我今天要跳来做一个简单的量 就是说我今天跳起来跟停止的时间的话 我可以把它更换成当我们的受力升低高于哪个时候 像假设我设个10就停止受力 那这两个差异性就是说我今天当到达这个条件的时候 记录会直接停止 所以我们会干观察不到后续的一个设立的情况 但是相当的应用 待会我们会有个进阶版的说明说 如何利用内建的计算器 来做出说今天完成的数据的一个分析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第二次的记录 好那条件我再跳起来 所以很快的我们就可以说 当我跳起来在降落的时候 直接这段时间的记录程序 相当于就是一字空时间的一个量测 好那简单的介绍到此为止 谢谢 好那接着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进阶的函数的说明 就是我可以透过内建的计算器的一些函数的功用 例如说我可以用逻辑函数 我还可以判断说今天我的受力大于多少的时候 它回传一个数字是1 或是小于多少的时候回传数字是1 它符合这个条件就回传一个数字是1的部分 那接着包括像利用一些统计的函数 那以此来做一些相同亲切的应用 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就是说单纯用逻辑函数这边来做判断的时候 数据是如何使用 那怎么带入这个凉车的数值呢 我可以说将我今天的法相利大于10的时候 更正小于10的时候回传数值是1 好那我们可以接下来看一下记录画面的差别在哪里 好那我新增一个新的页面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刚才的记录画面 就像说我今天在跳起来的过程中 它各个部分就是回传数字是1 好那接着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再做一个调整 就是说我再提供一谈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跳起来11的数值 它全部把它记录起来 好我们先来做一个调整 然后把刚才的test1的数值带进去 好这时候所获得的数据也就是相当于我们来定外加一个小的数字表 好这就是说当我今天跳起来这段的时候的一个数字的计数的总和 也就是说1 假设我这个代表我现在就是加152个1 好那接着呢当我把这个总和的话 这相当于就是我们今天进入的一个数据点 所以我可以把它直接 做一个出于我的取样的频率 也就是说我今天来回的时间 那今天我施予设的比方便宜是500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可以 相当于就是我们可以了解说我们今天取样的一个时间是多少 好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 我再增加一个新的数据过来 好我们把刚才的停止条件给取消掉 好接着我们再重新做一次记录 好那我们跳落再降下来 好接着按停止 好各位可以看到的是就是说我今天跳起来跟降落的时间 就是0.3秒的这段时间 那我们可以回把图形这边来看一下 是否就是0.3秒 好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其实从图表上面你们就可以了解说 我今天跳起跟降落的时间 就大约就是5.3秒 那接着可以应用就是说我们跳起跟降落 假设跳起跟降落 我的脚都是一样的情况下的话 好时间除以二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牛顿的函数 来反推说我今天的跳跃的一个高度 好那介绍到此为止 谢谢